各位鄉親、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南投縣議會秘書長陳國中 非常歡迎各位收看民意頻道民意論壇的節目 今天要跟大家來探討 我想這段時間每一個人幾乎生活都過得不曉得怎麼過 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 然後三級警戒 讓我們所有的人都社交的部分都要 社交距離、社交活動這些都被限制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想每一個人要改變生活形態 那在整個生活形態改變之後 我們怎麼樣去適應 可能是一個很多的問題 也有好多的人沒辦法去適應 那也有很多的因為造成很多很多的困擾 譬如說現在孩子要遠距教學 都要在家裡 或者我們辦公人員要分流辦公 然後居家辦公 都會造成很多很多的不方便 那在這樣不去調適又不行 要調適可能會造成很多很多的困擾 不過為了防疫我們必須要做好 希望能夠保護大家的安全 保護大家能夠在生命上 不會受到一個傷害 所以都要去配合我們中央政府 整個的一個防疫的一個情形 才有辦法達到我們真正來抵抗 這樣的一個病毒 讓我們觀眾朋友能夠去了解 也能夠從心理的層面來改變一下 或是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真正的來 譬如消毒 譬如說我們在整個日常生活 怎麼樣去調整 來讓我們的工作能夠都很順利 這一點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探討的就是說 我們不能出門的一個日常生活 這樣我們要怎麼樣做 才能夠讓自己更輕鬆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會請醫生 這樣做會讓我們輕鬆一點 等一下我們要請教兩位議員跟醫生 那我們要談論這個主題之前 先來請各位觀眾朋友看一段新聞影片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面對不斷升溫的新冠肺炎疫情 為了能早日管控疫情 保障民眾健康安全 也宣布將三級警戒延長 先遠一人創業相信 民眾在疫情期間 都能夠遵守防疫規範 藉由全民落實防疫的情況下 此次疫情一定能夠早日來做解除 讓民眾能夠恢復以往的生活 在這個期間其實 我們的防疫的作為 我相信我們各位的鄉親 都非常的了解跟清楚 我相信保護好自己 就是把我們的家人保護好 就是把我們所在的社區 保護好 其實就是把整個國家保護好 這邊我們也都期待 我們的疫情這一波 能趕快過去 讓整個國家社會 恢復到正常的步調 最後也要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跟喜樂 先議員消致選出的指出 防疫期間民眾防疫工作 都相當確實 相信面對三級警戒 時間延長的情況下 民眾一定能夠持續堅持防疫 另外也希望針對疫苗不足的問題 中央政府要積極來做規劃 才能夠有效消除疫情 保障民眾健康安全 大家一定要援手 我們這個防疫的一些相關措施 所以在此服役 三級警戒已經做得很棒了 大家再忍一下 相信疫情很快能夠過去 也希望我們中央儘快 在過築疫苗 讓我們民眾們 大家踴躍來施打 讓整個施打疫苗的覆蓋力 能夠到相對的一個比例 讓大家恢復正常的生活 面對來自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 先議員議員創 孝志選也相信 透過政府及民眾 堅守防疫的情況下 一定能夠讓疫情早日來解除 記者盧依凱綜合採訪報導 從剛才的新聞影片裡面 我們看到現在幾乎大多 宅在家裡 都不敢出門 事實上這是一個不是很好的現象 對我們整個經濟 這些都造成很大的衝擊 不過為了防疫沒有辦法 還是要這樣子配合整個一個政策 配合一個防疫的一個方向來做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不習慣 那我們等一下來聽聽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三位貴賓 來跟大家來談一談 要談論之前來介紹 今天邀請到的三位貴賓 第一位是我們水里積極信義 與此選擇的議員 蕭志全蕭議員歡迎你 民俗長 岳議員 汪醫師 電視機前面的鄉親大家好 是非常感謝我們蕭議員 蕭議員本身是我們的議員 但是他的主業 始終是餐飲業 所以他遭受的衝擊也很大 所以大概我們市底下會聊到說 你現在這樣是原工是水要怎樣 然後整個客人如果重新如果恢復的時候 怎麼去處理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 等一下我們蕭議員會告訴我們 接著我們介紹的是我們的先議員就是 國姓 普理 仁愛這個選區選擇的議員 我們葉仁創 葉議員歡迎你 我們陳秘書長 議會的郝大哥 校議員 我們的汪醫師 然後民意論壇的樂聽大眾 大家好 是 謝謝 謝謝我們葉議員 葉議員其實他平常在服務工作 就做了很多 突然間很多的場合 行程沒辦法跑了 可能他很有特別的看法 怎麼去安排自己 除了能夠兼顧到衛免服務之外 也能夠配合到防疫的工作 等下聽聽我們葉議員的看法 接著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 主張秀場醫院的嘉醫科的醫師 汪麗球汪醫師 歡迎你 秘書長好 議員好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平安 是 謝謝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我們汪醫師來 就是說要讓汪醫師告訴我們 所有的觀眾朋友 這樣一個三級的警戒 大家都宅在家裡的時候 怎麼做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做一個消毒 或做一個防疫的方法 有哪些可以告訴我們的觀眾朋友 首先我要請教一下 小燕 疫情這樣子 對你來講 對你這樣的生活改變 你覺得改變了什麼 一個多月來 我想最重要改變的就是 生活的步調跟一些生活方面的習慣 剛剛秀場也有提到 不管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或者我家老婆的生意 可以說影響都相當的巨大 當然可以知道一般的餐飲業 或者小吃部 可以說整個營業 有些說剩下九成 像我自己的店裡面 應該就是零 這個多月來 就是每天都是掛零 都是加零 加零是很好 可是對餐飲業來講 其實壓力都真的滿大的 不過我想 這是整個國家 以及這個疫情的政策 我們民眾還是大家要配合相關的管制措施 因為有我們大家的努力 才能把疫情穩定的把它慢慢的控制下來 我相信這是我們每一個人 一定都要配合的 是 我想其實平常如果像小燕 你平常做生意很忙嘛 然後跑行程也很忙嘛 那突然間都停下來了以後 你自己本身怎麼去安排 我還是要求每天的 這個生活作息 還是一樣要準時 要正常 正常 對 因為我發覺 剛開始想說可以脫懶一下 結果生活步調自己放慢 放懶一點的時候 反而覺得全身不舒服 後來調整一下心態 讓生活一樣 雖然行程少了沒有行程 可是一樣早上 能夠五點多六點多起床 就起床 做一些相關的運動 然後吃 就排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當然就是減少人跟人的互動 就是自己宅在家裡 有時候 一到五看個電視股票 不然就是看一些影集 找一些自己喜歡的 尤其像前陣子 我有在打網球 前陣子畫網在比賽 那一兩個禮拜 就覺得很有一個 很有一個這個 很有一個依托 每到那個時間 就很想去看 就過得 覺得 其實在電視上 自己喜歡的節目 尤其在運動方面 可以讓自己 改變自己一些思維 才不會讓自己的思緒 一直都受到這個電視新聞的影響 我想怎麼找出自己的 在日常生活的一些興趣 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如何調適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校議員 那我也要請教一下業員 業員平常你們在跑行程 尤其業員你的服務 這麼認真 平常每一場 幾乎每一場都到 那現在突然間 婚傷喜慶通通沒有了 還有什麼所有的活動就停止了 那一下停下來 您自己怎麼樣去調適 這樣的一個生活 然後你自己調適之後呢 會不會有些民眾覺得說 想要來找你啊 那你會不會接這些問題 我覺得這一波的疫情來講 是給特別是民意代表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審視的機會 當然身為一個民意代表 我覺得這個沒有對錯 就是去廣大的去普遍性的去全面性的 就像施打疫苗一樣有那個覆蓋率 去接觸到群眾 這本來是民意代表的天子 但是如果說回來 可以讓在自己的審視的部分 就是說 除了工作以外 其實民意代表也是一般人 那我們的家庭生活 特別是跟老婆跟小孩之間的互動 其實我們真的是虧欠人家很多 這個也是萌新制 可以利用這段 增加親子關係 補修一下過去的學分 這個其實都坦白跟面對跟大家說 但是對我來講的話 影響所及其實 維護其微在工作上 當然民主黨也有講到 就是除了很多 很多公開的活動場合 我們都停止之外 但其實我們的服務是從來沒有停止過 那選民還是會找你 那不外乎就是電話 像Line的視訊 蘋果手機的Festime 然後臉書的Message 其實都很方便 那所以以我個人來講 我相信肖大哥他也是一樣 服務案件其實還是一樣 是如雪花般飛來 是從來沒有停過 那當中你少了人跟人之間的 面對面的互動 那其實我覺得反而可以 更仔細更綿密來做服務的工作 因為你我剛才講的很多通訊的 軟體的設備的裝置 其實我們要跟人家溝通跟協調 其實都也都很方便 所以這個其實是不成問題 好這是第一個部分在工作上面 那第二個部分在生活上面就如同 李下秘書長肖大哥 我不知道肖大哥小孩子多大 我一個是國小六年級剛畢業 一個國中二年級要升三年級 那這一個多月來 他們都是在家在線上教學 他真的快暴動了 有時候互動之類本來會更緊張 爸爸你為什麼不出去保行程 那家庭方面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也還好啦 那生活上面就如同剛才肖大哥所講的 那一方面是追劇 那二方面我有個習慣 就是我很愛買書 那買了就丟著看似很有學問 現在終於有時間可以一本一本 慢慢的把它看回來 再來就是工作上 剛才我們 我們的那個小姐有說 你怎麼 日前大家都大股怎麼變散 我真的不瞞各位說 我自己服務處有放一台跑步機 我沒有在外面跑 那我幾乎只要有空是早晚個10k 慢慢跑 10k可以跑一個半小時左右 就慢慢跑 那我一停在跑 早晚個10k就是20k 這大概是我現在最近的一種 生活模式的改變 以上 是 是 謝謝葉一眼 那葉一眼我想到一個問題 剛剛提到一個就是3C產品的部分 事實上有沒有可能會因為我們的衛民服務 由我們直接接觸改變到變成用電訊的方式 來接受民眾的一些服務案件 會更有效率 您的看法 我覺得 對我個人來講 效率增進或減弱與否 其實對來講不重要 因為我一貫是這樣 是在做我們服務的案件 我相信包含我一直強調說 我們的小議員小大哥在這邊 服務案件就是這樣 對我們來講 就是很努力的在第一時間 把這個工作把它完成 進度做回報 結果與否來做回報 所以我這影響不大 但是如果說長期以往 這樣下來 那可不可能是一種模式的改變 其實我自己在觀察當中 但是回到民意代表的狀況 因為緊接著面臨著明年底的選舉 其實跟選民之中的互動其實也很重要 那就是一個情感的連結 這個不是視訊可以替代的 所以以這個立基點來論述的話 小弟是蒙心的希望第三級警戒 趕快解除 趕快解除 是 所以剛才我們也提到就是說 因為有運動 人家說你看起來沒有變胖 但是我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說 等疫情完了 可能這個門走不出去 還有網路上也瘋傳的 就是說什麼 這個疫情如果不結束 可能正常人會越來越少 好多這樣的一些笑話 所以我們看到了 那請問王醫師 就您的部分 您對整個這樣子的一個日常生活 改變多少 因為您醫生可能更忙 尤其是在第一線的時候 你除了你自己生活要改變之外 家裡生活也要改變 那你接觸到的病人也不一樣 所以從你的角度 你怎麼看這樣的日常生活的改變 剛剛聽到消音員和演藝員他們分享 自己在工作上生活上 就是疫情帶來的轉變 其實我也有感同身受 特別是在疫情重創之下 有許多的業者 特別是餐飲業 我們都知道 現在不能外出吃飯 不能外出去餐廳吃飯 所以我現在說這些行業 其實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我在 那講到我自己的工作 就是這個疫情其實也帶來 當然醫療整個 全台外的醫療團隊 整個就是要起來 就是包括在整篩 就是在篩檢的部分 還有在施打疫苗部分 就是這是我們醫療團隊 就是我們必須要 要在這個疫情當中 就是要去負擔的一個責任 那其實我覺得在這段時間當中 工作上確實會跟過去 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多了許多 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就是包括可能隨時都要去 某個區域做篩檢 篩檢站的工作 那另外就是還有施打疫苗部分 特別是AZ開始施打之後 那大量的人潮就是湧進來 那現在就是上個禮拜開始 莫德納也進來了 所以我們不只是在施打部分 還有分類部分 還有分區進行 所以就是在工作上面 除了自己本身的 冷診業務巡迴業務之外 那就是額外就是我們另外 每一個醫護人員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那其實在工作上確實會比較 有時候人力上會稍微吃幾點 那我們醫院院長他也對這個 兩頭線也非常的一個用心 他也很關心 所以一旦有疫情需要協助 他都是傾心就是 希望我們院內的同仁 都能夠一起一起去打仗 所以其實同仁們也都是 大家通道一命嘛 現在流行這句話 那這是我在工作上面 然後當然就是在診間 也會有許多人去問一些 疫苗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機會聊到 那在生活的部分也是跟大家一樣 那我們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很多 那我的孩子都很大了 其實他們我有三個孩子 其實他們每次晚餐時間到了 很奇怪 就是他們只有晚餐的時候才會出現 那晚餐也就是我們一家五口相聚的時候 通常吃完飯之後他們就各自回房 做什麼其實也不用多問了 因為可能會抓狂 所以然後後來呢 這時間就是我跟常常就是 我先生也是醫生 他沒有值班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吃完飯 就是兩個人對坐在餐桌上 互望說 哇我們先提早 先體悟到什麼叫空巢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說 也是另外一種說家人同時 一起相處時變多 好像也是 但是其實因為說真的 餐飲業不能外出也不能旅遊 其實說真的 反而換回來另外一種模式 就是大家網客 然後在線上的一個 那個課業也好 線上的活動也好 更多的 更多的 那留下來就是我們兩個 像兩個老人這樣對坐 然後喝著老人茶 然後在聊天 不過我覺得就是那種樂趣 然後其實也多了 營造一些夫妻之間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我們可能吃完飯之後聊聊天 然後出去跑跑步聊聊天 對 當然就是比較不方便 因為就是出門都一定要戴口罩 是 就是我自己生活上的改變 王醫師說他老人家 不像 還這麼年輕怎麼會是老人家 我跟先生開玩笑 我們兩個像老人在對坐喝茶 事實上在這樣的一個防疫期間 這樣的生活改變真的是 像我自己也是一樣 變成兩個老人住在家裡 就是都不出門 就這樣子 院子走一走 就這樣過了一天 會一直在想說 這個疫情到底什麼時候結束 能夠真正跟恢復正常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好非常感謝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繼續來探討 我們用什麼樣 什麼來防疫 能夠保護自己 不要離開馬上回來